这是高级版的主要分为四大部分 交付类的客开类的运维类以及生态类的 那么今天我们着重讲一下交付类B类产品 左半部分的是高级版的 左半部分的是高级版的 那么主要有实时工作台动态数据删除工具 杨林克高级版 其中红色部分的变更传输平台 数据出示化以及数字化实时工作桌面 这个正在规划中 那么右半部分旗舰版总共有八个工具 其中导入导出工具 数字化引导流程导航 阳标的组织复制工具 已经随之前发版的产品 标准产品发版 那么其中实时工作台是正在规划中 下面我把每个本次里边要着重讲的 这个交付类的B类产品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高级版的业务数据删除工具 它主要是为了支撑 快速将仿真环境中 配置相机基础档案迁移到生产环境中 那么产品本身的价值还是要 是为了减少重复配置工作量 降低上线前检查工作量 避免配置出错 降低上线风险 那么主要是用的成本还是新客户的首次建设 特别是如果说你有分批上线的话 分批上线的话 那么只适合第一次这个上线的领域迁移 我们前期 我们前期还是做了我们家机构的这个项目的试点 那么大家反馈下来 还是平均能够节约36个人天 缩短两周的工期 那么其中上海的环境比较多 评估下来其实大概有能节约100个人天 总体来看 还是这个大大的减少了大家这个工作量 那么实时版 高级版的实时工作台 它是将实时配置工具 实时配置工作集中在一个操作界面 场景配置可以跨 跨项目环境复用 那么主要后续的价值主要是实现 弥补我们动态数据 宣除工具的这个缺陷 实现老客户增补模块后 按照医用场景 能将这个配置数据 从仿真环境快速嵌一个生产环境 另外呢还是要做到 这个快速提电最佳实践包 规模化推广应用 降低学习成本 保障项目成功率 那么它主要的应用场景 还是在增补模块的复用 跟复用与仿真环境到生产环境之间 迁移的这么一个工具 最佳实践数据包 提电 这个我们在后续里边 已经同研发在共同研讨 最佳数据实践提电 那么主要是在实时工作台上 后续里边考虑这个事情 包括然后这个脱灭 主要试点的 这个前期试点了 我们总共试点了九个项目 还是有六个项目认为 按照实时工作台目前的功能 还是能够提升10%到15%的效率 那么七个项目还是认为可以让新顾问快速掌握产品配置的 总部里边这个资产管理部总部 专门把这个工具要走 然后他们又打算做一套方案级的方案的数据级的这个包 一遍推广到全国 那么接下来是高级版的 阳标的 高级版的阳标的 那么产品主要的用途是低代码和无代码开发 这个主要适用于 如果是无代码开发的话 主要是满足客户简单的各页化需求 表单啊 报表 这个还是很大的能够提升这个可开效率的 这个我们调我们正言过 然后这个深东航空的项目 跟深东航空的项目经理我们正言过 这个实际上 然后是能够提高50%的可开效率 也正是基于在高级版的他这种经验沉淀 所以他们最近在项目上 然后也在组织 组织人员自发的学习这个旗舰版的阳标的 这个旁边里边是这个培训管理和诚信管理 是项目上这个是实时和可开 整体结合 这个阳标的做出来的两大模块 大家应该能看到 那么高级版里边还有一块 里边是变更传输平台 这个我们今天也说一个失败的案例 这个是这个 然后我们当初试点的时候 征集了四个项目到最终里边只有一个项目 最后真正去应用到它 是我们福建的南福 南福电池 南福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一线反馈的实际上主要是可以用为使用 目前还不适合这个实施使用 这个我们已经把需求也提给到研发那边 后续里边我们也在统一的在规划和优化它 它的整个思想实际上是不错的 是从原系统到目标系统 这是高级版的从原系统到目标系统 大家要用配置IPD这些方式 以及你选择领域的这种方式 后续里边做这种传输 这样子然后减轻环境之间里边 然后这个大家还要挨个里边再去手工的 再去这个做迁移 以及然后你在做后续里边增补的时候 在做配置变更的时候 要做留痕 这个也适合啊 之前我刚才提到了 适合运维 它会留底留痕 保证然后这个客户里边 如果是有专业的这个系统管理员 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我讲一下旗舰版里边 旗舰版里边的几个这个产品 首先讲的还是这个配置迁移工具 因为旗舰版里边 然后大家特别是私有化部署 全国里边 我大概正严过十多个项目 其实大家现在都很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旗舰版的让目前配置的环境还是比较多 那么在不同的环境之间可能你还有代码的这个要比齐 在这种前提底下 这个大家的这个配置量配置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那么所以前期我们也同会同研发 然后大家一起再花了两个月 两个多月的时间做了这么一套产品 那么目前已经在滑行力滑的这个项目上 滑行力滑的项目上做过试点 大家应该能看到我右上角这个表啊 这个是项目一线反馈回来的 这个现场的 然后最后具体操作的顾问反馈回来的 那么整体 然后这个项目在使用之前啊 使用之前 使用这个产品之前 实际上是需要110人天 10个周期 10个周期 然后这个 使用之后呢 由 使用之后仅需 仅需要9个人天 周期只要两天 人天减少了101 周期缩短了8天 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那么基于基于这个前提 我们后续边也打算啊 在清单里边右下角 清单里边四个项目 山东港还有长久汽车 以及狼久 加宝利 准备在今年里边啊 准备在今年以及明年年初 做整个的试点推进 这个四个项目之前 然后我也挨个的跟每个项目经理 大家也打电话沟通过这个事情 那么是下面是旗舰版 两个另外两个工具 那么第一个是导入导出的工具 这个也是随产品发版 发版了啊 标准产品发版了 如果在旗舰版的这个产品里边 大家应该能看的 能找得到这个 所以说这个产品主要的用途 这个是然后我们特别是实施顾问 特别关注的一个事 然后包括它这个基础档案 还有各领域期出 这个是何以初始化啊 期出订单资产卡片等数据的 这个导入导出 这个还是能够减少很多的成功 所以这个然后是何以上线期出的 这个业务数据 是上线期出的这个业务数据 导入的这个场景 包括其实后续这边客户 有增量部分的啊 有增量部分 比如说人力资源的 其他这个夜签的这个 这个夜签的这个档案 要追加导入的时候 这个工具也是非常好用的 我们是目前还是适合 有工友人还有专属化 还有专属人的这个部署 这两个版本的 组织复制 这个是我们在一线里边 也经常能遇到的一个事情 我们最早在 NCC系列里边 实际上我们有一个事 然后就是快速建立 业务单元 即帐套的时候 这个事情过程还是要挨个 你要点好多步才把它做起来 那么在旗舰版里边 然后现在然后研发 也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做了这么一个工具啊 然后能够让EU相近的组织 配置内容快速的 这个复制给另外一个组织 结实成本 不过这个证研的时候 然后我这个 我做证研的时候 发现成了现在 基本上很少有 很少有机构用到它 我还是希望然后在这次 大家宣冠之后 能快速的把这个东西用起来 因为当这个客户的这个 EU单元多的时候 这个工具我觉得还是非常 非常有用处 对大家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也会希望 把这里边相应的内容啊 相应的内容就是能够 快速复制内容 尽量的完善的更多 最好是能够达成啊 能够达成这个一键的 这个快速的把这个 EU单元建起来 你便于客户后期里边 如果他这个再增加 这个单位的时候 客户自己也很快 能把这个事情 也能做起来 这个减轻我们这个 也减轻我们运维的成本 那么下面两 接下来两个是旗舰版的 另外两个工具 一个是初始化引导 这个我相信大家很多 都能看得到 因为当在旗舰版的 这个产品里边 一登陆进去 最开始的时候 那个界面 这个界面已经有了 这个实践是为了帮助 顾问还有客户 这个其实我们在 下面的图里边 也能看到啊 就人力资源里边 你到底要配置哪些内容 这个实际上 我们都已经把它 这个产品都已经 把它整合起来了 所以你就按照这个东西 按照自己 以及客户的需要 把这个东西完善掉 我们在上面也能看到啊 这个整个初始化的 这个进度 就是你到底完成了 百分之多少 按照你启动的啊 按照你启用的这个模块 显示的那进度 是百分之多少 这个在 这个这个模块 然后是在那个 贾宝利的项目上 我做过证言 这个然后我们觉得 然后还是能够避免啊 能够避免啊 那个叫什么的 能够避免 有的时候顾问有漏配的 那流程导航 我在这里边不必说 因为在 在之前那个高级版那边啊 高级版那边 本身有流程导航 那么这边的思路啊 流程导航的思路 跟高级版的思路 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个主要的 在前期的那边 我也证言过 高级版那边 这个这个 大家还是一线的 项目经历反馈 这个东东西 说问这个东西 能不能在旗舰版里边 有这个东西 现在旗舰版 也有这个东西了 这个还是很有帮助 对一线里边 还是很有帮助 就是特别是对新顾问 然后这个降低实习成本 还是很有帮助 那么旗舰版里边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是央标的 这是无代码 无代码和地代码开发 这个我不再赘述啊 因为它跟高级版里边 主要的这个功能和价值 基本上差不多 那么整体的应用效果 我们前一段时间 也做了 做了充分的调研 这个山东港 包括卧龙 冶金地资总局等 其实我这里边 还补充一点 这个是另外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前一段时间 去的一个项目 长久去说 那个现场的这个 技术顾问啊 现场的技术顾问说 如果这个东西 掌握得好的话 其实现在提升研发的效率 它不是40% 有可能会达到100% 要比以前要省事多了 而且对我们现在的 这个地代码 因为它是从其他机构 那边来的啊 从其他那个市面呢 那友商那边来的 说其实我们拥有的这套 央标的还是走在 行业的这个前列 但是虽然它有一部分 继续要完善 但是它还是 已经走到了前列 那么这是后续里边 前面我介绍一下 整体每个 我们这次这次宣观 然后这个产品的介绍 那么下面我介绍一下 后续的我们整个的 工作机制啊 那么还是总 还是实总部 产品研发部门 然后及一线啊 还是要密切协同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 也看到这个定义 其实主要的还是 我们自有的顾问 以及生态 大家使用这个东西 提升交互效率 所以说 大家还是要紧密 一起紧密协同 我们要做到 及时的发布和推广 那么第一线里边 还是要保持 然后这个积极的响应 而还包括 然后这个积极的响应 那么第一线 也要加强这个应用 并及时响应 第一线的需求 我们这个实现 这个运力产品的管理闭环 而从从事上面来看 这个是个示意图 那总体来看 那总部研发的 主要负责产品规划 产品研发 还有产品的发版 那么实时总部 主要负责 培训宣冠包装宣传 试点验证 以及后续的整个 因应情况 每个跟进和抽查 那么省区机构呢 要做好这个推广赋能 效果评估 以及需求反馈 因为只有一线的 就是实际上 B类产品 在我们的认知 本而实际一线的 整个的交付人员 才是 就是我们的客户 是我们做B类产品的 这个客户 我们还是要达到 客户的这种诉求 以满足客户的诉求 然后能把这个 交付的效率 还是能够提升 解决大家 这个资源紧张的问题 那么这是我们 后续的问题 和需求处理的 整个机制 需求 需求类的 我们后续边 然后还是通过 先从机构 由机构 然后能够通过工单 还有这个 SM 然后提交到实施总部 我们后续边对接研发 做这个优化 还有那个新的产品规划 那么产品缺陷呢 也可以用工单和SM 然后直接 能够排单到总部的研发 及时的把这个 Bug的缺陷 然后给大家处理掉 那么需求问题 这是我们后续里边 这是我们后续整个产品 B类产品推动的组织 推动的组织 那么高级板这边 整体是由刘伟刘老师 签头 那么我们也会看到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产品后面 然后我们都有相应的 对应的负责人 包括研发的负责人 那么实施总部 这边是由我来统一负责 这是旗舰版的 统一 总体签头人是 那个 上文心 上总 那么后续边 我们也能看到 每一块产品 每一块产品的 都有相应的 这个需求的负责人 以及研发的负责人 那么实施这边 总体的负责人 还是由我 来对接大家 那么这个 接下来我说一下 后续的整个 推进工作计划 我们第一项里边 在机构策里边 一定要指定 这个B类产品 机构策的推动负责人 大家刚才也看了 因为这个东西要保证 保证我们要紧密协同 保证应用效果 保证应用效果 所以然后机构里边 还是要指定 专门的这个负责人 我们还是要以省区 但以省区为单位 建议对接人为 机构的这个实施主管 大机构可以指定 有影响力的专家担任 那个这是由各个机构 省区的机构实施主管 然后把这个东西 明确下来 其实我已经把群建好了 考虑到 然后今天培训 今天这个宣冠 其他人的误会 我们这个 跟主管门的对接好吗 还是把这个协同的群 也会建起来 那么这个事情要完成 是在11月12号 大家把这个事情完成掉 后续里边 机构测里边 还要组织机构实施顾问 实施顾问 全员学习 推动机构 这个实施顾问 全员学习 推动那个 包括问题的提报 后续第三件事情 是提报 这个B类产品应用的进展 还有意见的反馈 这个是要在11月30号 这个是为我们会 协同机构一起把这个事情 要完成掉 当然这个事情 后续里边 我们整个是个持续的过程 因为产品 是在不断的优化和迭代的过程中 那么实施总部里边 我们会保证 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 安装好这个POC环境 我们计划在11号 完成给大家这个B类工具 B类产品 学习的环境 我们要保证好 那么还有一个是 我们要组织 实施序列进行全员的考试 那么机构高端的实施顾问 要普及性的考试 合格率要百分之百 我们也会安排专人 查应职应会 这个是随机 随机抽查 我们计划是在12月10号 把这个事情要做完 所以提醒各位机构的主管 提醒我们机构的主管 要一定在12月底 保证 然后这个我们全员 然后又做到这个应职应会 还有后续里边 我们会梳理优化建议及需求 并提交研发改进 这个是之前刚才讲 那个职责的时候 实际上我也提到了 这个也是在12月5号 我们先把第一轮的 这个大家的这个 遇到的问题 包括需求 我们会统一的跟研发 会对接一下 那么最后一项 是组织应用效果的分析 组织应用效果的分析 我们还是综合各个机构的 在使用的效果 我们后续里边会做 最高层要做汇报 这个是计划在12月底 我们要做一次汇报 那么在这个推进过程中 我们常见的问题 可能会有这三个 那么第一个呢 可能大家目前还是不清楚 发布的B类产品 对产品版本 到底有什么要求 以及B类产品 是不是可以 把产品先使用 这个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 要给大家讲一下 B类产品实际上 是分旗舰版和高级版 它是不能够 跨产品先使用的 这个高级版的B类产品 也可以应用于NCC NC Cloud的这个产品 具体可以参照 B类产品使用说明 这个我们已经 把相应的供应 然后会上传到 已经上传到IPM 那么当然今天 我刚才那个PPT 每个产品 详细试用的版本 我也已经在里边放着了 那问题 第二点问题是 B类产品的学习资料 去哪下载 这个应用前提 这个刚才 我也已经讲了一下 B类产品的培训材料 操作手册 培训视频 材料都已经上传 IPM 这个可以获取 下载获取 那B类产品应用前 建议还是进行试点 特别是对数据迁移类的 或者说数据删除类的 刚才我们看到 EU数据删除的 还是最好建议 一定要做好这个数据备份 那问题三是 标准产品和B类产品 到底有什么区别 两者有什么联系 这个然后刚才 也多次解答了一下 是根据服务对象来划算的 标准产品 是最终用户使用的 就是我们客户那边 最终用户使用的 那B类产品 是厂商生态 还有客户内部的顾问 使用的 是服务为交付的产品 这是整个资料获取的路径 我们都已经放上传的 这个大家 在知识地图里边 B类产品的知识地图里边 现在应该能看得到 那么我的汇报 全部就这么多 那么最后呢 我还是特别感谢 前期 大家应该在 我汇报的过程中 看到我们前期里边 还是有很多项目 参与了试点 那么在这里边 还是特别感谢 前期参与 B类产品试点 验证工作的 这个机构的实时负责人 与项目组成员 感谢大家 那么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 那么下面 然后 由 下面有请这个 旗舰版的白与熙老师 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配置签移工具 请白老师 共享一下 大家好 我开了 大家好 我是这个BIP IoVP平台的 产品 产品经理 我叫白玉熙 然后呢 我是负责做BIP 那个 目前是做BIP 数据传输产品的 这个 这个 产品经理 然后近年呢 我们在 以华新项目 为这个 原型项目 我们推出了一个产品 叫配置签移工具 接下来 我对配置签移工具的 这个整个能力 以及对使用配置签移工具的项目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简单为大家做一下介绍 然后整个介绍分成五部分 然后今天我着重介绍前四部分 然后分别是目前BIP私有化实施应用的现状 然后第二个是基于配置签移工具的BIP的实施方案 第三个是对于基于配置签移工具的BIP私有化项目实施的这个环境搭建的要求 第四个是配置签移实际的应用场景 然后最后如果时间允许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产品的什么说明 然后第一个现状 不管是BIP还是NCC 然后以BIP为例 我们BIP私有化部署一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每一个BIP私有化项目会部署 两套甚至更多的环境 以滑心为例 滑心部署大概四套环境 然后有开发环境 有测试环境 有预发环境 还有松散环境 然后在没有配置签移工具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环境与环境之间的运为是怎么运为呢 首先开发环境我们做客开 然后在这个测试环境 我们的实施顾问 然后要在测试环境做这些测试这个配置数据的这个这个预置 比如说UI模板打印模板 密码规则流程公示消息 特征权限组织部门等等等等 然后呢 那个在测试环境 我们把这些数据预置好了之后 再测试做一遍业务测试 然后到了预发环境 当然有些那个 有些那个项目没有预发环境 那我们可能就直接到生产环境 再做一次测试 再做一次配置 把这些配置再做一遍 然后做完了之后再去验证 然后整个过程相当于我们的一线要做 整个把同样的工作要做两遍 然后呢 这个过程可能会有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所以 会造成我们整个的工作量非常庞大 然后验证的成本也非常高 然后同时呢 这个对于PID环境来讲 PID环境要 相当于我们要开启所有的配置权限 那对于一个这个要保证这个稳定性的生产环境来讲 把配置权限直接暴露到外边 实际上风险也很高的 所以呢 基于这个这个现状我们 在这个经济反动的要求下 我们要做这个B类的配置迁移工具 然后第二个实施方案是这样的 就是 当使用了迁移工具 配置迁移工具 这个B类工具的BIP私有化项目实施 实际上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基于配置迁移工具 可以实现一次配置多环境使用 然后降低PID随意配置产生风险 大家看这张图 实际上在这张图蓝色的这个环境 我们叫GC环境 叫全名叫Gordon Client 叫配置环境 然后呢 在这个环境我们做所有的配置 包括基础数据的配置 也包括我们所有的 比如说UI模板流程等 这些配置数据的这些预置 预置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从这个GC环境 传到我们的SIT 传到我们的UAT去验证 然后验证过程中 如果出现问题 在GC改 再传过来 再验 直到保证OK 我的所有的GC的配置数据和基础数据 是OK的 是验证的过程是没有问题的 我可以把这些所有的配置 一次性迁到生产环境 在生产环境可以直接使用 同时呢 我的生产环境 不去做 不去开启配置权限 然后也降低了生产环境的风险 通过这种方式呢 实际上我们能够解决 原来我们这个实时顾问 在一个项目上多套环境 我们要把同样的工作做多变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 比如说我们的项目组的人员变动啊 或者整个这个客户的需求变更啊 这个过程中 我们整个所有的工作 是一个N乘N的这么一个负载 所以说呢 通过这个工具 我们只在GC环境做一次配置 那么 然后定标的所有的 包括SIT UAT和PRD 都可以通过GC全过去 这个是真正的这个配置 迁移工具的一个实时方案 然后基于这个方案 实际上对我们多套环境的搭建 实际上是有一定要求的 因为从GC向SIT向UAT向PRD 去迁移我们的配置数据 这个基础数据 实际上走的是底层的一个数据的 直接传输的一个方案 然后所以对环境搭建有一定要求 它的要求实际上 也不难理解 就是要求这几套环境 相当于是 它要保持绝对的环境的版本的一致性 以及预制数据的一致性 然后这个环境该怎么开通呢 在华新项目上 我们是这么去做的 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GC环境 在GC环境 把环境搭建起来 然后把租户开通好 把相应的规格 要购买的规格都开通好 开通好之后 实际上我们这个环境 就会有一些预制数据 比如说我们预制的超管的用户 预制的一些管理角色 然后预制的一些基础的答案 比如说币种汇率地址等等 然后直到这个环境创建完 当这个环境创建完了之后 我就可以基于我刚刚创建好的GC环境 copy出我这个环境 我这个项目需要的其他环境 比如说我基于GC 我可以copy出UET GDC copy出SIT 基于GC copy出PRD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保证我们多个不同功能的环境 它的租户和预制数据是一致的 通过这种方式 为配置迁移做好准备 然后同时 大家也知道我们BIP这个系统 在专属化玉媒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经常打补丁 这个补丁 有绝大部分补丁 是要解决我们产品的一些功能性问题 还有一部分是 那个客户提的一些 客户的业务场景 需要通过产品迭代来解决 那么这种迭代和问题的解决 在BIP的这个场景里 我们都通过补丁的方式给到一线 由一线通过我们BIP的基础中坛 安装起码补装进去 所以在使用配置迁移工具的场景里 我们多个环境也要保证补丁的一致性 因为补丁不光包含了应用程序 还包含了可能一些数据户界描述 以及一些数据 然后第三个要求就是配置迁移工具 在BIP系统的使用的 这个这个社会化项目里 我们要求BIP的系统是V3 及以上版本 也就是我们830之后发版的BIPV3 支持特征和相关性规则的这个版本 然后在当我们把所有的环境准备好了之后 那我们整个的运维也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我们所有的配置数据 要在我们的这个GC环境就在这儿 我们在GC环境去创建配置数据 然后传到其他环境 与此同时其他环境的配置权限我们要回收 要通过实施控制去回收 我们在其他环境上就不要有这个配置权限 在GC上做所有的配置 直接在其他环境上传入去用 其他环境就不要太配了 然后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正常化项目涉及到客开 也就是用我们一会儿要讲的 这个YAMBU的开发平台的开发能力去客开 那客开的时候 我们客开的应用 如何装到我们搭建多个环境上 在这张图里描述出来 我们在开发环境实际上我们可以 现在支持客开的有两种 两种开发模式 一种是专业版开发模式 还有一种就是低代码的这个 扩展开发或者标准版的开发模式 那这种模式我们现在提供的方式是 发布零住户 然后可以通过零住户直接发布 我们每一个开发的每一个应用的安装盘 然后装到每一个环境上 装上去之后 实际上我们客开的应用就跟原厂应用一模一样 也支持对客开的应用进行二次配置的歉移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实际应用场景 这个就是实际上 那个高级板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现在指的是这个BIP除了高级板之外的 包括这个 包括未来我们的Young BIP和Young Swet 就是从我们的商开环境到送产环境 也要支持 那现阶段只是BIP专层化 场景第一个场景是这样 大家可以不用看字看这张图就好 这个配置环境专指就是GC环境 我们在GC环境选择一个领域和一个应用 然后我们对这个应用下所有的业务对象 比如说我对这个费控这个应用 费控的报仗服务这个应用 下面的所有的业务对象 比如说拆里费报料单 通用报料单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业务对象 配置的 比如说那个流程 UI模板 全线 然后报表 以及分配的一些特征 还有码规则 等等等等 这些配置 我都可以在配置环境 一键把它构建出来 构建出来 相当于我把这个报仗服务下 所有的配置数据 全都抽出来 然后通过我们的安装器 直接安装到生产环境 通过这种过程 通过这种过程 我们叫配置数据的正向全数 也就是说在配置环境 将废控这个领域的 报仗里边的所有的配置 可以一键打包 然后传到生产环境 进行快速固属 然后这是第一个场景 也就是说 我们废控下报仗 这个应用下 所有的单据的配置 都不需要在生产环境配置了 在配置环境配一次 直接传到生产环境 也包括一会我们要讲到的 比如我们的导入导出模板 我们的所有的基础档案 核心档案都OK 然后第二个场景 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 因为不是说 我们每一个BIP的项目 用户只用我们一个系统 用户可能还有 比如说有自己的HR系统 或者有自己的DXS系统 所以有可能我们的生产环境 会跟易购系统做一些集成 当跟易购系统集成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些 比如组织的数据 比如用户的数据 比如说角色的数据 可能会来自于三方系统 三方系统跟我们BIP对接 一定是跟生产环境的对接 所以我们也要提供一个能力 就是从生产环境反向 将这里边用户员工 组织部门角色权限 以及职位岗位等等等等 这些数据 从生产环境反向传到配置环境 因为在配置环境里边 我们去 比如说我们去 我们去创建一个工作流的时候 创建一个工作流的时候 会用到这些数据 所以我们要具备反向传回的能力 原BIP安装器的功能跟这个区别 就是说我们的配置迁移 是用到了安装器执行脚本的能力 但实际上整个的过程只是说 在目标环境部署 用了安装器 安装器本身在以前没有配置迁移的时候 安装器本身主要是为了解决BIP 自由化部署的时候 一些bug出了一些补定 这个补定执行的过程 会执行一些脚本 但是跟现在的配置迁移无关 第三个场景是基础档案 配置迁移工具支持 从GC环境向PRD环境 或者像UET环境 就是所谓的生产环境和测试环境 去传基础档案 基础档案目前包括一共是22个档案 包括物料客户工程商三个核心档案 以及组织部门仓库 科目资产卡片部门 等等等等22个基础档案 还有两句档案 具体的这个档 现在目前知识档案 我们会有一个大表 会发出来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 我们通过配置迁移工具 如何去控制 非GC环境的其他环境 比如说我的测试环境 我的预发环境和我的生产环境 如何去控制它没有配置权限 那么我们就是因为真正在这个工具落地之后 我们的专属化项目要采用这种方式去做的时候 我们势必要对这个生产环境和测试环境的配置权限做回收 那整个过程我们的控制是说 我们可以直接将在GC环境将所有权限回收 回收之后权限本身也是配置数据 我将权限的这个整个权限的配置传到目标环境之后 翻回来我在GC环境添加有配置权限的角色 然后在下次传输的时候 我们权限可以不传 目前是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保证这个非GC环境是没有配置权限的 然后最后是时间可以吗 然后最后我说一下就是这个真正应用的场景里面 BIP这个配置签议工具 知识传输的数据范围 一共大概是五类 大家看这张图 从下网上看 第一个是用户组织类 那就包括我们经常去维护的用户组织部门 以及用 以及员工和组织部门之间的关系 然后角色职位岗位 以及我们对员工定义的职位和港元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我们在GC环境做一次 然后可以就是直接可以通过工具传到测试环境和生产环境 然后支撑服务类 其实就是我们对原厂的一些 我们一线喜欢的单据 对这些单据进行的 比如说模板的配置 包括UI打印参照 导入导出消息 然后规则 变码规则 交易类型 然后业务操作 相关性规则 以及领域的一些 比如说费控那边有 那个组织和费用项目的关系 然后组织和交易类型的关系 然后这些关系也属于领域的业务规则类的配置 然后数据模型类 现在就泛指我们租户级定义的自定义答案 以及特征和特征组的定义 然后第三个就是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就是一些平台级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权限 比如说报表 这些也支持前移 菜单也支持前移 菜单属于工作台 工作台里边我们定义的所有的菜单的配置都支持前移 另外比如说我们建的预标板 我们建的工作台的都支持 然后我忘了 然后主数据 然后主数据数据这一块 现在知道的就是核心答案和基础答案 还有一部分我们在速度化建盟里叫业务答案 还有一部分领域的答案 这个答案具体的清单在这个落地方案里 回头张俊峰老师也会下发出去 目前有领域答案 然后有一些项目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以华新为原型蓝本去做的答案范围的传输 然后后续我们在不同的项目上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诉求 然后把这个诉求可以我们通过某种途径提过来 然后我这边会加进去 也没问题 然后最后在右侧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开发平台 我们叫开发成果的迁移 开发成果的迁移怎么去理解 就是说有可能我们会在这个BIP4有化项目上做一些客开 这个客开有分标准版的开发和扩展开发 这个开发呢 在以前我们没有发布零租户的时候 这个开发成果要支持迁移的 然后这条路我们现在也把它这个支持 现在也可以支持迁移 但是后边我们可能这个要支持所有的开发成果 都发布零租户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整个产品 在整个这个优化的阶段 我们会给一线一个基于目前最合理的方案 然后这几张表我们也是要给到一线 然后一线能知道 我们现在有哪些配置数据支持迁移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的通用 我废控服务下的包装服务 有一个通用申请单 我可以通用申请单里的特征是支持迁移 UI木板打印木板导致木板支持迁移 调度任务不支持是为什么 因为在调度任务配置的时候就没有通用申请单 这张表会 大家在真正使用配置迁移的时候 会很清楚看到 我们在迁移每一个领域下的配置数据的时候 都包含那些数据 然后因为目前的配置迁移工具 被定义为一个壁类工具 所以当专层化项目安装了配置迁移工具这个补丁 在使用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它这个工具在数据化建模实施工具下 有一个节点叫配置迁移 在这个节点下大家可以用到 然后配置迁移的整个使用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就是创建一个传输包 然后去选择 我要选择 比如说我选择数据化建模下 我要传组织 我要传基础数据 然后我可以选择增量或者是全量 第一次一般都是全量 然后未来就每次都是增量 然后真正部署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在我们在GC环境 创建数据化的时候 会生成一个标准的外批补丁 我们把这个补丁拿到之后 我会到目标环境安装器 因为生成的配置传输工具 在迁移的时候 它的介质是补丁的形式 所以说我们借助安装器的能力 把配置迁移的数据包 从安装器安装进去 这种方式 对于目前的BIP私有化项目的预约来讲 是最快捷的 大家还是最熟悉的 然后基础数据 我们会把基础数据和反向传输器 做好分类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后边我们 我还会给大家写一个说明 我们在真正使用的时候 大家有一些需要必须要了解的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目前还没有 也我还没有录课 还没来得及 现在我还以为在那摇权图 有行李 没有 所以 那 那 行 那个 是支持 是这样 是否支持生产环境 覆盖回UAT和SIT 很多情况 是需要生产环境管理员 紧急处理一些生产问题 然后同步回来 是支持的 实际上迁移工具 虽然能正向传输也能逆向传输 但实际上 在真正的实施过程中 真正上线的过程中 我们是不支持这么做的 如果紧急情况下 如果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做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用户一个流程有问题了 或者客户的领导 说突然我要把流程改一下 我要跑一下 那我会在生产环境 直接把这个流程改了 然后把它这个流程改完之后 然后重新发几个流程 然后走一个审批 这个时候实际上 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说 我们通过改一些参数 对 然后OK 这个是支持的 这个有产品级方案 第二个 员工数据如果在生产环境 和这个GC环境 来回导 具体是怎么说的 不支持来回导 我们既然选择了 通过传输 那我们就是一个方向 我们要么就选择正向 要么就选择逆向 然后同注会下业务模块 或者 一套开发 一套测试 一套正式 目前我们原型项目 是单独开了一套GC 然后从测试到正式 这条路 我们现在也正在验 应该很快就应该有结果 其实从整个原理来说 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对 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通过我们的 对 刚刚俊峰老师介绍的 我们一个问题反馈 然后后边 俊峰老师提给我 我统一回答 那我退 这算退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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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那我们进入会议的下一项 然后由 呃 陈老师 然后介绍一下 这个 旗舰 旗舰版的 Yan Build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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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大家好 我是开发平台的产品经理沈然 然后现在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旗舰版的YoungBuilder 其实YoungBuilder作为开发平台来说的话 它的内容还蛮多的 可能在今天15分钟20分钟时间 其实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 全面的去给它做一次很详细的介绍 所以说今天我还是针对于YoungBuilder 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能干什么事情 然后给大家一次感情认识 然后后面我们可能会提供 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去学习 还有去返回问题的一个位置 然后让大家可以真正的去交流一下 就是我们的YoungBuilder的开发平台 到底怎么样去用 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YoungBuilder 其实我们YoungBuilder的定义是这样 就是我们是一个面向企业组织 和个人开发者的一个低代码平台 然后可以实现可视化低代码和物代码开发 然后主要是提供原数据驱动 然后通过拖拉拽的方式 然后去生成我们的一个应用 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和开放平台 集成平台 还有我们的Develop平台 也就是我们的技术中台进行无缝整合 然后形成了一个开发集成测试 部署运行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开发方案 那么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下 什么是可视化 可视化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可能平时 一般开发人员在开发的时候 多处是通过写代码来完成的 然后可能大家用了很多的开发工具 比如像IDL之类的 然后我们这种可视化的开发方式 就好像是搭积木一样 然后把我们的一些组件 通过拖拉拽的方式 然后构造出我们整个的一个单据 然后公民化指的是 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低代码开发平台 面向的使用者 不光仅仅是我们的开发人员 也包括我们的实施人员 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和教学过程中 他们也会用到 然后这个东西在我们在那些复旦大学里边 已经去为他们提供服务了 包括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也会用到我们的央标的 来进行课上的一个授课 然后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央标的一个应用架构 首先它的底层是一套低代码框架 首先也是基于元数据驱动 然后动态建模 然后支持了多租户和分层扩展 包括安全可信这些东西 我们也都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 其次就是根据我们这些框架 我们会提供了一些我们的模型和组件 就包括了我们的一些通用的实体数据 然后元数据 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标准单据页面 同时我们还会提供业务规则流程 然后包括数据分析等等的这些能力 以及提供了一大一整套的那个支撑服务 然后再往上层就是我们的构建服务 这也就是我们的主要的提供的一些能力了 它一方面是包括可视化的这种无代码开发 这里面就有我们众多的设计器了 就包括我们的数据原数据设计器 也就是我们做数据建模用的 然后后面上什么单据设计器 是用来我们简单 就是直白的说就是用来我们拖页面的 包括我们的打印模板 然后有业务流工作流 都是可以通过拖拉拽的方式来实现的 其次是我们的在线脚本 因为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可能 大家这些有开发的同事可能明白 就是我们光靠一些拖拉拽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应用的话 有时候可能能力还是不足的 然后我们可能会配合一些低代码的方式 我们会用那种JavaScript的代码来进行在线脚本的开发 它可以对我们本身的页面 还有我们的一些后端能力进行一定的扩展 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API 然后同时我们还提供了一种高级定制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的专业开发服务 因为整个我们YAMU的是基于一个云圆生的架构去来实现的 所以我们可能在有一些情况下 可能我们会用到相对来说一些比较高级的开发方式 然后去做我们整个的应用开发 包括我们原厂 他们也会 他们也现在也在用我们整个YAMU的进行开发 所以它的构建过程也就分成两类了 一个是专业开发服务和可实化应用构建 这个在刚才的白老师的课程里边也说过了 就是我们提供的两种开发方式 可实化应用构建就是我们的标准的开发模式 也就是通过数据建模 一边建模 然后流程和集成等等这种方式去搭建一个应用 然后同时我们会基于云圆生 然后去创建自己的引擎 然后进行我们的一些PaaS资源的分配 然后再通过上面的应用构建 去开发相应的应用 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些能力了 然后经过本地开发调试 和我们提供的技术中台提供的持续集成的能力 然后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的相对复杂的一个应用 然后下一步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Young Builder可以做什么 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 我们之前做的经常用的一个例子 比较简单也比较明确 可以充分的说明我们现在Young Builder 可以实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开发场景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做一款 就是危险品采购后的运输入户这么一个能力 为什么要以这个为例子呢 就是因为说就是首先啊 就是这种标准的采购入户 可能是我们有标准的一个流程的 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场景 比如国家行业对这种危险品的采购入户 它就可能有一些要求了 就比如说它必须要时刻监控它的一个存活路线 然后并且要严格确定它的收获范围 以及有明确的那个收获人和丧马入库这个环节 那么呢我们就可能需要针对这个我们采购入户的这个流程 进行一些相应的扩展 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用我们的Young Builder 首先呢我们可以对这种采购订单进行了一个扩展 在采购订单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明确这个我们整个这个行进的路线 包括收获人还有送货司机都是谁 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在入库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有一个那个首先你入库的位置 是不是我们当初约定的位置 其次呢是我们在入库的时候送货的司机 是不是我们指定的那个人 以及最后我们要扫码 然后看到这个货物是不是跟我们采购的时候的货物的 货物的码是对应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需要时刻的对这个 我们整个送货的一个过程进行监控 所以说我们要时时的去跟踪整个送货线 然后随时的去汇报到我们整个这个送货单的这个 那个路程记录上 这个就是我们央标的可以覆盖的一个开发场景 然后后边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版 也就是我现在说的是我们主要对的是要做的一个框架扩展 为什么我们说专业的专业版是属于是叫框架扩展 就是首先我们的引擎分为两种 这个可能有的开发同学应该就会比较了解了 就是我们有公共引擎和自建引擎 所谓公共引擎呢等于说是我们提供了一套公共的一个底层框架 也就是我们的MDD和MDS这种框架 然后我们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刚才的我们那种可视化应用构建的方式进行拖拉拽 然后就可以创建出刚才的那种应用 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的客户有了一些新的要求了 这也就是我旁边列出的这些就是首先是数据专层化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客户在公友云的这种这种客户啊 他们说我的业务数据 我必须要自己去管 因为用我自己的数据库 你们拥有是不能不能去看到的 这时候呢他就需要自己建一个数据库 然后自己去建一个引擎 然后去让他的业务数据直接存到他的数据库里边 其次呢他可能需要提升系统性能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因为我们改定标准的引擎是基本上是基于一种很通用的方式来去处理数据的 而某一些专用数据有可能他们会有自己专门的一些算法 就类似于我们像可能提供一些AI的那些大数据算法 这一块呢他们需要集成自己的库 这时候呢他就要充分的通过那个专业开发服务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系统性能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系统集成 有可能这个客户呢他本身有一些那个自己的老系统 然后呢他呢买了我们的平台以后呢 需要把他老系统的一些能力 然后集成到我们整个的那个平台中来 这时候呢他就可能需要去携带码 去对一些接口啊 甚至调他们一些本身提供的库 然后最终还有一点的就是提升开发效应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在专业开发过程中 有可能会开发出一些那个比较不错的组件 然后开发出一些那个很强的能力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自建引擎的方式 然后对我们整个系统 就对我们整个引擎的那个我们开发的应用来说都提供出来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开发成果去沉淀下去 让我们可以随着我们的开发过程 开发的进行 然后有效的提升我们的开发效率 然后下一步呢我要讲一讲 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Young Builder了 这个可能我只能是大概的去讲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确实是蛮复杂的 然后如果全讲下来的话 花的时间会比较多 然后首先我们Young Builder 其实主要在做可视化构建的时候 主要是这几步 一个就是数据建模 然后页面建模 然后进行流程自动化的配置 还有是集成配置 以及最后的是做我们的应用管理 它也是分为标准服务和专业开发服务两种 那个整个开发过程呢 就是通过首先是需求分析 然后创建我们的私有引擎 这就是用我们专业版的时候 需要做的一步 然后呢就是用拖劳拖势的方式 进行应用构建 然后再进行那个代码调试 这些做完了以后 实际上我们开发基本上就完成了 开发完成以后呢 我们可以放到我们的一个 沙箱环境里面去做验证 然后后面呢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原员生的能力 然后通过CICD去发布上线 借用这个技术中台的能力 然后对于公有云的生态客户呢 我们还给他提供了上架云市场的那个能力 包括到最后 然后可以做持续的运营和运营 然后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各个就是各个步骤 我们要主要做的事情吧 然后首先就是数据建模 因为我们在开发的前期 肯定是要对客户进行调研 然后建立了一个数据模型 然后这也就是对我们整个应用的一个架构设计 也就是在数据建模里边去体现的 然后下一步呢是页面建模 这个其实就是说 当我们的数据的模型建成了以后呢 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做一些业务 就是包括可能我们那个做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是可能是需要提交审批也好啊 然后把这个数据录入也好 都是在我们页面建模里边完成的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提供了多种组件 然后还有各种支撑服务 包括自动编码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我就不再详细去说了 然后后面呢 因为我们整个现在其实大家 大家都知道 现在都基本上整体的那个应用开发 都是移动优先嘛 所以说我们在做企业应用的时候 不光要提供那个PC端的一些页面设计能力 同时也要提供移动端的设计能力 移动端的那个整个界面的设计是 跟那个PC端其实是差别还是很大的 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移动端 所必须的一些组件能力 就包括导航能力 扫码 人电识别等等等等 这些 这些基本的移动能力 都是我们可以提供出来的 然后后面就是工作流 这个主要是针对的说是 我们的一个单据在处理的时候 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审批的过程 就包括比如说我们的采购订单 采购完了以后 后面要打款 那必然我们会给财务提交一个审批事件 然后只有财务通过了以后 然后我们才能完成这个采购订单的采购 这个就是我们工作流的一个简单的功能 当然工作流其实本身它的功能还是很复杂的 包括可以去处理分支 也就是说当这个单据出于某种状态的时候 可能会针对不同的那个 针对不同的分支去提交给不同的人去审批 然后这个相对说这种功能还是 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 然后我就不具体讲 然后后面可以通过我们的帮助文档去看 然后这个是业务流 业务流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说是我们单据之间的数据流转 就比如说我们的采购订单到货了以后 然后可能一些采购订单里边的数据 就类似于商品之类的东西 他可能会把这个数据 然后去推到我们的到货单上 然后进行下一个流程的处理 这个也就是我们业务流的能力 然后他已经可以覆盖了 就是我们本身自定义单据 所以自定义单据之间 然后自定义单据以原厂的之间 以及就是原厂单据之间的 那个整个的业务流的配置 我们都可以做到 然后最后呢 那个我给大家提一个 就是我们的还有一个扩展能力 就是我们的脚本能力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以上的这些流程 然后都都做完了以后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非常个性化的流程 就是包括像我们的可能我们做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点完以后需要弹出一个框 或者说是我们整个配置我们的保存的时候 我们先要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应该填的数据没有填 或者说是有些数据填错了 然后我们进行一些验证 这些比较复杂的能力 我们可能在本身的通过业务方面去处理的时候 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我们没有提供这些 可能没有提供这些比较个性化的那个逻辑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脚本能力去完成 像他就可以提供了 像比如说我们去改改变一下整个前端页面的一个样式 然后包括后端的一些那个数据计算 还有状态状态更新 以及我们整个流生过程中的一些判断 同时我们还可以脚本去对外发布一些API 然后去提供这种第三方去调用的能力 然后这个整体等于基本上现在脚本 是属于我们整个作为标准版的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扩展能力了 然后最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如何能获得那个样标对的帮助观的 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刚才介绍的话 其实也是简单的去把样标的能力去介绍了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平台 它那里边的功能也非常多 所以说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相应的帮助文档 一个是在我们的有乐学上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样标的 然后那里边会搜到我们很多的那些培训教程 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发者社区 在这里边我们会系统化的对样标的一些能力进行介绍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上面的社区里边进行提问 然后我们会有专人去负责去解答 看时间关系呢 可能我就给大家只是讲这么多了 然后后面如果有问题 给大家可以问一下 那么感谢小阳老师 大家有问题 然后可以留在这个消息框的 我们会把整个的问题全部记录下来 后续里边统一的为大家做个解答 也会同步给大家 那么关于杨彪的后续里边我们还有一个专场 这个后续里边我们会安排一个专场 下周我们会安排一个专场 关于采购云的 然后这个最佳人力的时间 这个时间比较长 所以然后咱们机构的这个负责人 包括客牌的负责人 大家然后后续里边收到通知 还是然后那个及时的然后去学习一下 好的 那么会议进入下一项 然后由那个旗舰版的刘东旭老师 给其他就是导导书工具 出发引导 其他这些其他工具 然后做分享 大家好 我是来自英文加工的刘东旭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出发引导流程导 组织复制于导入导出工具 这块的工具的培训 那其中导入导出这块呢 因为内容比较多一些 后面有专门的产品经理理论员 这边来去做一下说明 那么先看第一个出发引导这块 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 的一个大的背景呢 是说是咱们系统里边 共同节线比较多 那么出发的时候 基本上是靠线下去关闻 特别像一些参数了 然后主数据了 这个清单等一个消责的 放出去维护 那第二个呢 出发其实要遵循一定的 先后的顺序 要有一定的实时经验 那么对信用来说的话 比较容易犯错误 那么出现问题以后就走不下去了 或者再往回找 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反攻 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整个出发的 进度的完成情况的话 是靠信用去管理的 比如下表里边进行打勾 那么自行的去统计电话 统计这个进度 那么像做相关汇报的时候呢 也无法直观的看到 一个整体的进度情况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是在项目管理的 起初的话 是希望看到整个的 出发的一个全貌的 那么基于这个 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整个产品的话 做了这么一个架构设计 第一个呢 就遵循按照工具化交付 我们或是实时的理念 进行设计 那么实现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一个是线上化 那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属于是线上管理的问题 流程化的话 主要是解决的是 整个的一个前后的顺序的问题 那么条目化的话 说白了就是为了防止遗漏 就是有一些关键性的 没有去设置 那么可量化的话 主要是统计整体的一个进度情况 那么包括直播式的展示的话 就是为了在这一个界面 那么所有的这个处理化的这个清单的话 都能够看到 整个的这个概况 就是一目了然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去帮助什么呢 就是顾问也好 还是客户自主实施 也要快速的实现现象化 处理化 然后快速上线 那么这个 达到一个 给我们化交付的一个目的 这是刚才提到的 有几个关键性的这个特性 一个是标准预制 这个呢是由领域的陈兵经理的话 预制各个模块应用的 它的这个处理化的内容 灵活发布这块呢 就是咱们处理化的这个节点的话 一个呢 是说是统一的 有一个大的节点 可以看到所有领域的 这个处理化的一个情况 也可以在每个节点 领域下面 找到各自领域的 一个处理化的内容 另外一块呢 就是处理化引导的话 发布工作台了 那么你的新租户 管理员登录以后的话 就默认的就看到 这个处理化引导的工作台 自动加载的话 它是根据什么呢 客户开通集合的产品 实际自动加载 也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买这个产品的话 我对应处理化内容 是不会有的 那么如果说 购买了相关的产品 以及相关服务 开通集合了 那么它这个处理化内容 才是可见的 支持关注这块呢 就是有的领域 客户的话 或者租户 买了很多的这种 领域模块 但是它的处理化呢 可能有具体的 这个业务人员 进行操作的 比如财务的 它可能只关心 财务的部分处理化 那么这个时候呢 比其他的内容 那么这个线条化 流程化 调步化 可量化 图示人士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么先说一下 这个下面是讲的 具体的内容 就看一下它的这个入口 那么咱们总共有三个入口 一个呢是工作台这一块 有个业务出发的工作台 第二个呢 说是在这个快捷应用里边 有个快捷应用的入口 还有一个呢 就是咱们的大菜单里边 然后有这个 实话建模 实时工具下面 有个出发引导 这是预制的内容 我们有一个设计器 来去专门做内容的预制 那么内容预制完了之后呢 可以发布一个统一的 叫出发引导的节点 也可以自由的这个 发布到每个各自领域下 比如总照下面 有总照的出发 固定资产 有固定资产的出发 这个就是提到的刚才 但是这个新租户的话 开通机会以后 默认的是一个 业务出发的共同台 整个的一个直播室的展示 那么根据这个 它的开通机会的话 来去加载它的内容 比如这个下面 只有总照呢 那可能只有总浪的出发 另外一个呢 可能涉及到采购 那么它会有采购的出发 另外它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 知识显示和隐藏 那么相关操作人员 只关注它负责 自己的一个 出发内容的板块几个 这个呢 是整个的一个流程化 就是我总共分了 几个大的模块的 或者应用的出发 每个应用下边的出发的话 最新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三个大的步骤 每个步骤下的话 有很多的这种 这个环节 这是一个条目画 就是很清晰的看到 这个技术设置上面 或者哪一个 大的步骤下面 需要具体的做哪些的一个 出发内容 这是可量化 就是有相关的 整体进度的一个统计 这个呢 但是咱们出发引导的 这个已经预设的 这个应用的一个清单 也有这么多的这个应用 已经完成了 新化出发的这个设置 下面介绍一下 这个流程档行这一块 那么流程档行呢 主要是解决的 场景是什么呢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用来指导 咱们操作人员 完成日常的一些 系统的设置 或者日常的一些 这个操作 那么它的这个应用 这个路径的话 就是在输发建议的 时事工具下面 有一个流程档行 那么可以去这个设计 然后这个查看 相关的这个内容 另外的话 后续流程档行呢 可以应用在 其他的场景下 比如工作台里边 那么可以在 输发建议 系统管理室 工作台管理里边呢 去做相关的 九大工作台了 这个应用所约的 这些相关的设置 这是它的一个 应用的路径 那么主要的特性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 首先是产品出厂的时候 会预制一些 标准通用的 流程档行的内容 那么管理员 默认是可见的 业务员的话 可以通过授权 这几种这个查看 那么对流程呢 可以支持新增 修改设计 然后复制情形 用删图的操作 那么支持按列表 按搜索图的形式 去查看 可以去切换 那么支持搜索流程 支持一些开始了 分支 扣买组件的 一些这个组件能力 那么支持 拖转的形式的话 就形成设计 整个的流程 特别是子流程的 这种方式 那么流程的话 包括节点 它就是一些 属性的设置 这是新增的一个流程 这是因为咱们是 附用了这个 业务流的一个设计器 所以说大家可能看 那个零散文的设计器 界面的话 是比较这个熟悉的 但是不像那个 业务流的那么去重 它们因为 咱们这属于一个 轻量级的应用 它不关注于那些 业务属性的一些 这个映射了设置这些 那么在这里边 点击增加的时候 就可以去添加 新增这个流程 新增流程的时候 可以给它起名字了 然后设置它的类别 包括说请盲目管理 那么这是修改流程 点击修改就可以了 修改维护它的相关信息 那么设计流程 这个是最主要的 那么你点击设计 之后呢 就进入了一个设计的界面 那么左侧的话 是它的一些组件 以及这个功能节点 那么你就可以 跟你自己业务场景 去拖拽相关的节点 到界面上 画布上 形成整个这个流程 就可以了 那么那个 也可以提供什么呢 复制的能力 比如说复制一个 已有的这种流程 然后形成自己的一个流程 再去做一些相关的修改 那么包括对流程呢 可以做一些起用平用 包括删除这些操作 那这说的是流程导航 它资深的一些设计器的能力 还有它的这个 常规的这个应用场景 那么另外应用场景呢 就应用于 角色化工作台和应用主页 比如我在某个角色化工作台里边 我去设置我的这个 整个的流程 我把已经预知的流程 可以绑定在这个角色化工作台里边去 那么点击的话 就可以进行日常的一个操作 那么第二种应用场景呢 就是说在咱们每个应用下面 比如说是总账了 因素预付固定资产 从核算这些 每个应用下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应用署页 那么在这个应用署页里边的话 也会用流程导航 磁接的形式的话 去进行内容的一个加载展示 当然在这里边的话 可以去点击打开 穿透到对应的功能界片下 那么这个 这是说的这个 一种应用场景 还有另外一种场景就是什么呢 应用于具体的业务场景 比如说我要去做这个 税务的这个 报销 做一些核报 那么他希望的是 以这种流程导航的形式的话 来去开展我的业务 在一个界面里边 能够完成我的所有操作 包括这个历史的一个查看 就上一步做了哪些的一个内容 做了哪些数据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给它提供另外一种能力 叫什么呢 就是流程导航的页面组件 那在这个页面组件的话 可以展示一下你预制 然后这个预制的流程的内容 点击不同的节点的话 去打开它对应的这个 功能节点 这样的话在一个界面里边 就完成所有的工作 这是 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页面组件 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 英文鼠片的话 以及这个后面提到的 这些二期预制的内容 会随着这个应用首页的发布的话 一块去发布 这是已经这个二期预制的一些内容 就是每个领域下 然后根据自己的业务的这种需要 去预制的这个流程的内容 那么这个上面讲到的是 流程的好部分 那么下面介绍一下这个组织复制 组织复制这块主要呢 就是提供一种能力 就是快速的去这个 搭建这个组织 新铁组织 那么相当于是根据 已经启用的组织 快速的复制 形成这个当前的一个新的组织 那么复制的主要的一些内容呢 就是包括它的一些 组织级的属性 参数 然后基础数据分禁管 公共部门 角色 消息模板 油耳模板 打印模板等等 那这是它的一个业务模型 就是选择已有的这种组织 然后选择具体的这种对象 然后选择目标组织 点击执行处置就可以了 那么最主要的一个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让整个组织建设的话 能够去更高效化 节省一个工作的时间 第二个呢 就是说是针对复杂的这种组织建设 可以避免一些环节的遗漏 另外的话是一种引导式的配置 可以去提供这个各环节的一个引导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可以集中的查看 查看这个组织 所有的它的一些相关参数了 等等组织于属性 它的一些内容了 模板这些 处置化准备的话 是需要完成相关的这些的一个处置化 那这是它的这个模块的形态 就是在速度化键模 实时工具下面会有一个组织复制 这是具体的操作 就是选择 首先选择原组织 然后选择左侧的这个具体的 我要去这个复制哪些对象 以哪些对象的值 然后再去选择什么呢 目标组织 然后点击这个执行复制 那么它就会进行 异步式的这个进行处理 当然在它处理的过程中的话 你也可以去做其他的一些 这个二次的这种组织复制 这个是不影响的 那么假设是执行过程中 失败了 那么可以进行 失败原因的一个查看 这是说的这个组织复制 后面的话是导入导出 那么由李德元这边来去做一下 小型介绍 大家好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导入导出这个工具的 这个产品 首先从这个产品架构上 让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块 到底是怎么个操作的 就是首先呢 从应用桶上来说 咱们在基础档案也好 或者单织节点也好 在列表 右上角呢 有个导入导出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下载模板的工作台 还有模板的上传文件的 模板导入 这个是应用层方面 那么只要 无论是下载模板 这块呢 下载模板这块呢 也是我们在做导入 这个工作的一个 准备的一个环节 那么针对于模板呢 我们会有预制的 一个系统级的模板 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们也支持 根据这个业务的需要 可以自定义 我们要导入哪些列入 哪些字段 哪些表体 列入模板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模板自定义的能力 那么 模板这个 在准备的过程中 我们会有一个导入工作台 就是上传这个文件之后呢 由于 由这个我们这个导入 平台呢 会提供一个 前置教验的一个环节 也就是说 对于你录入的这个 以赛要表里面 录入的这个数据呢 会进行一个 基本的一个前置教验 比如你哪些BTS 没有填写啊 还有一个是那个录入的数据 一个基本格式 异常的一个教验 这一块呢 是咱们为了进行 更好的一个 导入这个业务教验的环节 之前做的一个 准备工作 然后这两项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呢 咱们在导入工作上 有个正式的一个导入 这个时候呢 就绿色的环节 这个时候呢 会掉这个 比如说采购订单 或销售订单 咱们就会 掉领域这个单据 相关的业务教验的环节 这个内容 那这一块呢 这个业务教验 具体你要入数据入库 这一部分的这个业务教验 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 所以从整个层量来说 咱们从导入到这个 导入完成 保存入库 由于这个是有两部分 一个是导入框架 平台这边部分 做的前置教验 和模板的管理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呢 都是在这个导入的 实时工具 这个自己的这个服务上 另一部分呢 就是导入入库的 这个业务教验的环节呢 是掉的是领域的 这个服务这块 保存入库的这个环节 然后当然 我们在整个的导入环节 我们就是不同的单据 可能会有涉及到 大家看到的这个教验 还有一些能力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因为基于就是说 不同的单据 它会有自己 根据业务不需要 不同的能力 我们导入平台 这个框架这块呢 提供了很多的能力 那这些能力呢 都是基于业务 这个单据这个本身呢 它自己去根据 自己的需要 去适配的 验证通过之后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 所使用的一个 一个导入的能力 这个是整个 从产品架构上 大家讲了一下 导入这个 这个能力 那么从这个 作为一个导入用户 从这个业务模型上来说呢 就是我们在使用 这个导入和导出的时候 它大概一个流程 我快速的讲解一下 首先呢 就是我们在导入节点 看到导入 在整个的新增导入环节呢 是我们去选择一个导入模板 有默认的模板 还有自定义的模板 那么 模板上传完文件 在线下呢 你录入好数据 那去上传文件 那这个时候呢 是导入平台这边呢 会提供了一个 解析这个 模板的这个 一个能力服务 然后进行一个前任教验 然后你在这个教验环节呢 可以查看 你有哪个异常 数据哪个异常 会给你报出来 然后你也可以下载这个异常 因为数据比较多的话 下载下来也可以看哪异常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 数据的完善和修改 然后再这个 重新的上传 这个导入一个file文件 如果我们玩 我们的这个上传的这个数据呢 如果通过了其他教验呢 我们开始定 定要这个领域的这个服务呢 进行正式的这个业务 接口的一个导入 比如说要参照的教验 在整个过程中 它是可以进行一步处理的 整个的这个调理预服务 结束之后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的这个 通过我们的导入结束框 可以看到导出的这个成功哪些 失败数是哪些 成功数是哪些 以及我们也可以这个下载 我们导出有数据 有问题的一个文件 有file文件进行这个修改 再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 新增导入整个的过程 那么这个是导入结束 这个新增的过程 那么导出呢 就是说我们也是 也有导出工作台 依据导出工作台呢 我们有这个更新导入导出 进行一个模板的一个下载 然后带着数据的一个下载 你把你要哪些更新的数据呢 进行一个导出 那然后呢 我们去选择更新导入 然后这个整个的过程 也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呢 也是看到我们导出的这个 在更新导入的过程中 有数据有哪些问题 然后进行下载 都在这上面有写的比较完善 然后下面呢 我就快速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整个的导入这个过程 当然在导入过程之前 我们要准备好这个基础档案的 这个基础数据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稍微多说一下 就是说基于这个最近的一个多月 我们上线了一个租户级的一个模板 现在咱们在业务入口 比如员工信息也好 或者是采购订单也好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业务入口 这个用户级的导入模板 我们基于他们呢 我们可以提供租户级 就专门提供给实质老师这边 设计的一个导入 和导出了这个模板的设计能力 左边是这个业务对象数下面的这个单距 右边呢是我们可以设计 租户级的这个导入导出模板这个能力 这个呢近期已经上线了 大家可以回头关注一下 它的这个产品形态路径呢 就是在那个菜单上去找到 这个导入导出模板搜索就可以了 另外呢就是刚才这个导入导出 整个的流程我已经介绍了 通过前面的工作 然后具体的呢就是说 这些是每一个 就是我们的自定义模板的一个产品特性 这个大家在界面上都可以看到 具体有哪个特性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培训的这个文档呢 也可以看 在平时工作的这个 大家在工作使用过程中 有哪些需求或者问题 或者说这个不了解地方 咱们都可以进行 就有空间联系我也可以 这个是咱们自定义模板的这些能力 我们能够支持这个页签 贴量的步导出 或者根据自己业务特性 自动哪些步导出 哪些币填等进行设置 这个呢就导入这个上传 导入工作台的一个操作能力 就是前的教验有哪些这个 教验异常 我们都可以看到教验异常原因 我们也可以下载下来 看到这个异常 另外呢就是在进入一个 异步的过程中 这个流程是怎么样操作的 最后操作导入结束之后呢 我们查看哪些错误 我们可以就是进行一个 线上的查看 也可以先下载下来查看 也可以下载下来修改 然后再进行一个新增 或更新的一个导入 这个能力都是有的 这个是导出 导出工作台呢 也是从年初今年 一月份的时候 你就已经上线了 今年的项目上 就是航天科技这块呢 用的是比较多的 因为它从这个能力方面 它用的导出 更新导入的导出 用的比较多 这块能力呢 我们依据刚才讲的 那个租户级的导入这个场景呢 也是基于这一块去完善的 去做的这个能力 导出的这个模板呢 就是这个自定义 从哪里去添加 大家在这个业务入口 都可以看到 它的因为它的使用 能就是说这个工具呢 还是比较简单操作的 从进程都可以看到 然后整个的就是说 这个导入日誌和导出日誌 有的是在业务入口上 就是大家这里 各个单据都配了 有的是没有配的 没有配的话就可以 有总的一个那个 导入日誌和导出日誌 这样的节点去查看 以上呢就是这个 我讲的这个导入导出这块的 这个工具能力 后续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就是录据提出来 然后后续就是我们给大家 整理这个培训 感谢东菲老师 还有德连老师 我们进行会议的下一项 比如那个高级版 刘维老师 分享一下这个 业务删除工具 和杨彪的高级版 感谢东菲老师 大家好 可以听到吗 那么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高级版的一些BD工具的内容 首先一个 我们高级版的BD工具 我们的设计的出发点 是想提供这样的简单易用 好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么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工具的设计的初衷 都是按照咱们 尤其是实时误问 我们面向的客户其实就是实时误问 实时误问认为什么方式的工具 能够快速地帮它解决问题 和快速地实现它的实现 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目的去 去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内容 首先先介绍一下这个 业务数据删除工具 这个删除工具来说 其实对大家可能 特别好学习 因为有不少项目在使用这个删除工具 首先说一下这个 删除工具的这个 适用场景 因为我们也是 刚才看到大家也有人提问说 数据迁移的场景 因为我们在实施问中 很可能是遇到各种各样的数据的一些处理 那么什么样的数据的处理 是使用了什么样的工具 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推荐的方案 首先如果是这种初次实施的 那么预测的环境已经做了一些这种平台类的配置数据 同时呢 平台类的配置数据 做的相关的一些测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后面呢 我们希望就是这些测试通过的一些业务数据呢 其实验证了我们的这个平台的这个配置工具 配置的数据是已经是可靠和可以使用的 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不想再让我们的实施问 再去做一次这个重新再生产环境 再重新配变数据 那么我们对应的方案和工具就应运而生 针对这种场景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对于刚才说的预生产环境 因为已经去配置了一些平台的数据和一些测试数据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数据的数据库 提供了这样一个删除工具 删除工具能删什么呢 它就删除这种业务数据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测试的业务数据 仅保留配置数据 然后最终呢 是通过我们的数据库还原来去快速的迁移数据 就相当于我把里面的一些业务数据删除过后 只留下配置数据 把这些配置数据作为生产环境去做还原 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实施的效率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在实施初期或中期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把平台类的一些配置数据 从预生产环境迁移到正式环境中 那么在这种场景下 我们就可以提供像这个有两类 一类是通过各个节点导导出 实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传递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后面会讲的这个实施工作台 那么这是由实施人员提供基于业务场景的数据 导导导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呢 把这些业务场景的配置的数据 从导导导出形式 在生产环境上 或者正式环境上去做导入 那么这样子也变化上的能实现 我们的配置数据的导导出功能 实现这个配置数据的迁移 第三类呢 就是如果正式环境上不能随意的去调整配置数据 那么客户可能说要求说 所有的这个生产类的一些配置数据 是不能够你进行去修改的 必须要通过管控的模式 必须从预生产环境中修改过后 并且测试通过才能同步到正式环境中 所以基于这种场景 我们使用的是变更传输平台 那么它的一个使用方式呢 是通过原数据和这种目的系统的这种传输 实现多环境的数据快速迁移 同时呢 要加强这种严格管控 那么这是这方面的一个产品方案 那么针对现在我们刚提的第一件事 就是第一个 就是初次时日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提供了这个也有数据删除平台 这样的一个工具 使用这个工具的前提 首先数据库 我们像Oracle10 ServoServo 208 达莫 这是我们都支持的 然后授权码 这个呢 是需要向那个使管总部 申请授权 然后下发过后就可以使用这个工具 然后还有一项就是我刚刚说的 实施的一个项目状态是初次实施 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删除数据之前 需要先备份 防止误删 这是我们的使用这个工具的前提 使用的过程 那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 刚才说的就是为了避免正式环境 再次录入这些技术数据或者一些配置类数据 我们把配置类的数据在系统中保留 对于这种业务类数据通过我们的那个工具来进行快速删除 是实现这样的一个 那个简单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么界面的样子呢 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这边是有一个数据员 大家对这个界面应该很熟悉 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以前 CConfig那个界面是很像的 就配置数据员 配置完数据员过后 同时会要求你这边输入这个 我们的这个授权码 输入授权码过后 那么你就可以针对这个数据库 进行业务数据的删除 那么这是第二个界面 是那个删除业务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是为了我们刚才那个 选择好刚才配置的数据员 同时我们可以将数据员里面的 一些因为我们预制了 各类的业务数据的这种 删除的脚本 那么我们在这里点击删除的时候 会把相关的所有业务领域的 所有业务数据全部清除 那么我们除此之外 可能还有一些客开的 一些新需求的一些数据表 我们也可以通过 在这个额外删除表中 进行扩展的这种删除 同时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已有的一些数据 我是不向他删除的 我可以把相关的这些数据表 填写在下面这个文猫框中 那么他就不许删除这些数据 所以这个工具来说 它是非常简单 非常好用的这样一个快速实施的 这样一个工具 好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 也有数据删除工具的这样的一个讲解 第二块呢 第二块是讲解一下这个 Yanbio的高级版 Yanbio的高级版来说 刚才大家也听到了 前面旗舰版有一个 也有Yanbio的 那么这是高级版的Yanbio的 这个高级版Yanbio的呢 它可以实现 无代码和低代码 两类的这种产品的这种使用 首先低代码这个块 因为我们还是在基于 因为高级版的Yanbio的 它相对来说 它的设计的场景和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实施顾问 能够快速的来去 对实施顾问来说 是快速的能够创建 我们所需要的新的业务单具 这样的一个原始需求 所以说基本上 我们三四个人 就可以快速的在系统中创建出 这样的一个单具 同时这单具具备的 一系列的产品功能 比如说增加改查 比如说拉单 还有一些审批流 打印 导入导出等等 这是我们一些标配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对于低代码来说 这块可能我们的开发顾问 就更了解了 那么开发顾问 它我们现在目前低代码平台 已经在近两百个项目中 已经得到广泛使用 所以对于开发顾问来说 肯定是非常熟悉的 我这块就不过多的说 我们的那个低代码计划 我更多的说一些 无代码的内容 这个产品的场景 刚才先主要也提一下 就是刚才说了 我们的低代码和无代码 分成这两类 那么我们的基于平台的 所有的能力 其实就是我们基于我们 EVP平台的 比如说原数据 流程 全顺 业务规则 还有外部数据 平台等等 这一系列的能力 我们把它打包成 我们相应的这种技术组件 包括页面建模 数据建模 还有像打印 业务流 审批流 单据编码等等 这一系列的这些能力 我们通过我们的包装的 这种能力组件 来形成我们对于 低代码的开发的 这种快速生成 和无代码的这种 应用的简积化的使用 来满足我们 企业的这种各项的 这种业务需求 对于这边也提一下 我们的这个 Yan Build的 这样高级版的 这样一个具有能力 在这里高级版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 低代码开发平台 这里面包括可以 以可视化的这种方式 能够创建出这样的应用 同时把这种 单级版的配置 审批业务流 定义 这都是我们 现有的一些功能 在我们低代码平台中 也得到很好的使用 然后在我们的 客开方面 可以通过我们远数据 快速的向导式的 这种远数据设计 同时转移成我们的 代码定制 在代码定制中 我们通过 整部的 这个相机模式 来配置相应的 页面插件 来生成我们标准代码 作为我们的 后续的快展开发 是这样的一个 高级版的能力 我们的这个 应用路径呢 主要在这个 动态经济平台中的 应用工厂 下面有一个 对于无代码来说 有一个叫 基础定义里面的 应用定制 这是我们的 无代码的产品 的位置 那么简单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无代码的这个 操作步骤 首先我先创建一个 应用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 电子设备采购单 系列完成过后 我可以对它进行 数据建模 数据建模里 包括 系统的原有的一些 字段 比如说我在勾 勾选单距的特性 业务流特性 导的导拖特性 等等 是一系列的特性 那么它会自动的 创建相应的这种 字段的 标准字段 同时可以扩展 用户 咱们实施 所需要的特有字段 扩展完成过后 通过发布原数据 那么就形成了 我们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应用工厂的 这个新的 这样一个小应用 同时我们现在 目前已经支持 竹子 竹子表和单表 这两种模式 配置完过后 配置完过后 我们可以同时 可以对这种 字表数据 也可以进行扩展 这里面就不再 详细去说 如果我们发布完 应用过后 就会生成 对应的这种 单据模板 在单据模板 大家要比较熟悉了 直接配置 我们的单据模板 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应用支持 编码规则的 这样定义 就可以在这里面 去快速配置 打印 可以配置 打印模板 审批流 可以配置审批流 这是业务流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这种新增和修改的 这种 这种监听的 这样的一个业务插件 这块可能实施 对实施来说 可能使用的方面 较少 还有这个是 移动应用 这块是配置 我们的移动模板 经过这些步骤过后 这是个全量步骤 那么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 我们进行缩减 需要哪一类的插件 我们使用哪一类的 这种特性 那么在这里全部做完过后 其实我们的小应用 就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 通过职责的分配 就可以具体使用 就刚才是讲的是 那个无代码这块内容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做一个小应用 只需要这么几步 它就已经能够把你的原数据 和各类的模板 各类的业务的这种特性 都可以包含进来 生成标准代码 生成标准的应用 无需任何的开发 所以说这仅仅几秒钟 我们就能够实现相应的内容 也对于我们的实际观 也不需要过多的了解 后台的实现逻辑 那么刚才提到的是 那个无代码这块 低代码我简单讲一下 低代码里面 我们可以针对现有的原数据 去 我可以自己去建立原数据 也可以去使用 标准产品原数据 我来扩展一些新字段 这是我们的一个快速向导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我们的 我们的 不好意思 那点不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 根据我们所需要原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有页面样式 我只要选择好 某种页面样式 那么它就能够快速的帮我们 创建好我们所需要的 这种原数据的字段 并且同时我可以设置 我要做一组几子的这样的模式 或一组几子子几孙这样的模式 这是我们不同的四种页面样式 可以设置不同的这种原数据的模型 这是我们的快速的原数据的 图形化原数据的设计器 这块可能对看法来说 非常熟悉 在这里我们除了之前的 那样一律子的插件之外 还把我们现有的一些 代码定制的一些特性 全部集中进来 这样子能够快速的来去做好 后面的代码定制的这种生成 在我配置完一时 如果发布 那么就可以转代码定制使用 代码定制来说 其实大家看虽然说 大家觉得代码定制 是不是我们要开发一个新的 新的节点 是很复杂的 其实这块比之前的 像其前码这样 是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 做个简单易用的工具 那么在这里 选择好原数据 那么配置好 应用注册里面的内容 我发布成哪个小应用 在什么位置 在这里面选择 我需要去生成的 这种页面样式 比如说单表 主从表 数卡 数表 然后同时我要实现的 这种功能插件 也可以在上面去做选择 选择完成过后 配置相应的参数 以及 我们后续的一些 其他配置项 这时候就可以下载代码了 下载代码完成过后 这个代码 只要打到我们的 编译环境上去 做完编译 那么 你刚才所看到的 所有的各种页面 各种功能 都可以在系统中 快速生成 形成我们的一个 标准客开的 这样的一个节点 同时我们也能够 跟我们的 这个无代码 有效的 就是无份衔接 可以把无代码的能力 下载到我们本地 再做一些相应的 这种开发能力 好 我的讲解就到这里 好的 感谢刘威老师的讲解 大家有问题 可以留在聊天记录里边 那么 下面我们有请丁锡方老师 为我们讲解 实施工作台 大家好 可以听到吧 我叫丁锡方 是高级版 那个平台开发部的 没有解除静音 丁老师继续 可以听到吧 我这是没有静音的 可以正常 那前面的话 就是魏京总和张俊峰老师 也做了铺垫了 那实施工作台的话 在提升咱们 实施人员的配置效率方面 就发挥着很大的价值 但是还有一点 是行业案例 就是如何能做到 体验 提炼行业的最佳案例 那这也就是实施工作台 一个自己 所有的特点 工作台的话 它是跟着客户的这个 业务解决方案走的 那跟着业务解决方案的话 如何匹配到产品的 实施方案 涉及到一系列的 哪些配置 所以说工作台的话 它是 就是从这个场景化 业务场景的角度 去出发的 然后能最终保证 能提炼出一个 行业的最佳案例 那下面的话 我就从这五个方面 来介绍一下工作台 包括适用的场景 然后从产品形态上的 应用模型 使用前提 产品的操作应用 最后一个是常见问题 首先的话 我们看一下试用场景 一共有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话 是在 方案验证环节 咱们需要进行 业务流程的配置 那在跑业务流程之前 肯定需要进行 一系列的配置 那可能 比如说我漏了一个参数 就会导致 中途的业务流程 跑不下去 然后第二个方面 是负能 因为项目上的人员 流动特别多 比如说来了新人 我们要培养他 然后或者是说 或者是在做这个 配置工作交接的时候 需要了解当前项目上 他的实时进展 然后我哪些业务流程 配置完了 然后哪些配置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包括集团 向一线人员 去负能的时候 就是这些情况下 我们大多用的 都是文版 或者视频来学习 不能和产品 有更好的结合 然后效率是非常低的 然后第三个方面 跨项目复用成果 其实咱们应该 他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客户的业态 它是相同的 他就特别想说 参考一下 其他家客户的 解决方案是怎么做的 那这是这种情况 然后第四种 测试环境 和正式环境 同步配置数据 不管是咱们 初次实施 还是增补实施的时候 然后这个 新增了一些业务流程 在测试环境 配了一遍 然后到正式环境 就是现在就是竹盖去弄吧 我模板导我导出 然后流程导我导出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 然后第五点 第五点 咱们现在很多顾问手里边 应该也都有这种资料 就是行业的最佳案例 那这些案例 如何有效地传播给 其他项目上去 然后能让我们有 更多的时间 去做一些高创新的工作 而不是说把时间都花在 这种重复的配置上 所以这些方面的话 大家都可以想到说 实时工作台 然后第二方面的话 就是第二部分应用模型 那接下来我就从这个 实时工作台整体的产品的 结构上来介绍一下 首先实时工作台 它是位于咱们 应用管理平台下面 有一个实时平台的模块 它一共分为了两个节点 设计节点和工作台节点 然后这两个节点的话 都会通过这个业务场景的角度 去出发 然后设计节点的话 是来做配置项的 就比如说我跑通一个流程 我会用到哪些参数 用到哪些应用节点 我要给它配模板 然后这些的话 我们有经验的 实时老师就可以去做 然后做完了配置项之后 再通过工作台节点 针对这些配置项的话 去做具体的配置 一体化的配置 那除了刚刚说的参数的话 还包括哪些内容 包括初始设置 初始设置指的是 咱们业务领域里面 会有一些基础的设置 比如说对账的规则 执救的算法 这些 然后还有参数 然后模板 页面模板 打印模板 然后流程 咱们的三大流 单据转换规则 消息配置 业务消息 预警消息 然后后台任务 然后报表定义里面的 语义模型自由报表 然后在这个工作台 这个界面上 就可以对这些 去做操作了 就不需要打开原来的节点 然后这些数据呢 配置完之后 也是根据 业务场景做隔离的 那比如说 同样是一个 采购订单的节点 它有AB两个模板 那它就可以归属于 AB两个场景 都可以做到场景的隔离 那整个实时工作台的话 它是有一个场景化 集中化的这么一个处理 它背后的话 也是依赖于咱们这个 像业务领域刚刚说的 初始设置 然后动态建模 业务参数流程这些 就是底层就是拿的这些东西 然后说到这个 刚刚说的业务场景 其实咱们这个里面 针对每个场景 还会有一个场景流程图的描述 用图形的方式来描述 场景是怎么样流转的 那场景流程图的话 是依赖的咱们平台 有一个节点 叫流程导航设计 这个画图工具来做的 然后实时工作台 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如何做到快速的复用 复用到跨项目的环境 或者是同项目的环境 那目前的话是通过 导入导出的方式来做的 然后现在版本已经支持的 数据的话 有打印模板 业务流 单据整合规则 报表定义 然后我们目前再延的 有参数啊 页面模板 流程 消息配置 后台任务 也在逐步的去补齐这一部分 那这是整体的一个 应用上的结构 那大家最关心的会是 这个快速复用配置这一块 所以我这里面又整了一张图 就是描述一下说 咱们要做导入导出的话 要需要有哪些环境的准备 然后分了三个场景 第一个是测试环境 复用到生产环境 那这时候就都是A项目 然后预生产环境 就直接导入导出 到这个生产环境 然后需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设计节点 它是有配置项的 然后工作台节点 它会针对这些配置项去配置 所以我们在导入导出的时候 也要注意 先去导入导出设计节点的东西 然后再导入导出 工作台节点的内容 然后第二个场景 跨项目复用 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了 A项目和B项目 然后A项目的东西 导出来之后 我们要准备一个 就是干净的 B项目的测试环境 这个环境用来干什么 就是用来浏览A项目上的数据 然后如果是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去修改 然后符合B项目 然后经过这个测试环境 确保这些数据是没问题的 这时候我们再导入导出到 这个预生产环境 那为什么会有中间这一步 因为咱们导入导出之后 导入进来之后就会直接入库了 就等同于真正的设计了模板 然后和流程 然后所以的话就是在这之前 我们最好就是先看一下 这个项目上的数据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在我们后面版本的话 也会去规划说 有一个中间态 就是我导入进来之后 我先缓存起来 然后有一个真正生效的话 再真正入库 那如果我们后面做了的话 就不需要这个测试环境了 这是场景二 场景三 场景三也是 我们和张俊峰老师这边的一个计划 就是后面的话会准备一个 POC的环境 然后这个POC的环境的话 就是咱们可以拿给项目上去 演示 然后这时候的话 如果我们某一个项目上 有了这些比较好的这种项目经验 我们就可以导入到这个POC环境 然后就可以拿这个客户去做演示了 然后如果客户觉得满意 就是这个方案 然后验证通过了 这时候就可以真正拿到当前的项目上去 所以这是从大面上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环境方面的内容 那第三部分的话 使用前提会就是再细节一点去说 在这些导入导出方面 会有哪几个方面要注意的 一共有四个 第一个的话 还是在这个测试环境准备的时候 这个环境里面需要有一个 有业务单元架构 然后没有相关配置数据干扰的环境 然后来预览被导入的数据 也方便后续咱们去匹配这个差异 然后检查数据问题 第二个 重复数据的确认 如果是初次实施的项目 像这个项目上 它就没有历史的配置数据 那其实这时候 我们是可以直接将那个 跨项目复用的数据 直接拿进来的 但如果是增补项目的话 它已经有历史的数据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对比一下说 我想要复用的配置 它和已经有的配置 在编码方面啊 是否有一些重复 然后这个具体的导入规则 在咱们产品里面 就是也是直接可以看到的 就是我们要仔细阅读一下 然后其实在往我们后面版本 去迭代的时候 也就会把这些内容啊 做成这种界面的可视化 当然目前没有的话 我们就需要特别注意一下这点 第三个数据会备份 将已有的数据做一个备份 然后第四个 要考虑到导入内容的相关性 这里面有三点啊 第一点就是说 只有这个系统里面 启用了某个业务模块 那么我们想要导的内容 才能导得进去 那就比如说 用到了应收单管理节点 那前提就要求说 应收管理模块 它已经启用了 然后第二个 如果有客开的内容 就是跨项目的这种 客开内容的话 其实是需要 先对客开的内容进行处理的 开发的一个节点 肯定有相关的这种 代码呀 应用注册的东西 那如果这一部分不处理 其实咱们现在也并没有 就是打包过去 一块导 然后第三个 导入的内容中 依赖其他档案的时候 这些其他的档案 单据类型啊 也要先行去处理 否则的话 按照编码就会 匹配不到这种情报 这是使用的前提 然后第四部分 产品的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功能界面 看一下这个实时工作台 几点的位置 就是位于这个实时平台下面 和这些咱们已经有的 这些实时工具是在一起的 然后如果是 做这个配置项的 配置项设计 配置项的设计和导入导出 就进入 实时工作台设计节点 这个实时工作台设计节点 就可以引入 看一下这边有个导航 引入场景流程图 然后添加各类配置项 初始设置啊 参数模板 就是可以按照这些定位 去逐一的添加 然后同时也有 导入导出的功能 然后场景流程图的话 就是咱们开发配置下面的 这个流程导航设计节点 就可以在这里去画图 然后配置项有了 要进行一体化的配置 这时候就进入实时工作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像参数啊 这有参数值 然后模板 打印模板 流程 然后其实相关的按钮 就都已经集成在这个界面了 像这个新增 复制啊 修改等等 在这里改动的话 就等同于在原节点去改动 那用实时工作台的时候 肯定还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说 现在还没有实时工作台的时候 咱们像模板流程这些 肯定早已经有配置了 那当我用了实时工作台 我把这个场景建立起来 那怎么样和这个模板流程 建立这种场景上的这种关联关系 然后由此实现场景之间的数据隔离 那这里的话就提供了一个拉取的功能 就比如一个应用节点 还是采购订单的例子 它有AB两个模板 那我要让A模板和A场景建立关联关系 然后B模板和B场景建立关联关系 然后这时候的话就使用拉取的功能 那拉取过来之后也有了关联关系 也就方便我们后续就是把这个配置数据 配置数据按照场景去导出了 这个是配置的导入导出的界面 咱们既支持单个的 然后也支持批量的 可以选择导出哪些 然后导入的时候 解析了咱们要导入的文件之后 比如说有一共有十个场景 那这里其实还可以选择 我确定要导十个里面的 可能就五个 有这样一个选择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导入规则的 就是导入规则的说明 还有这个组织对照关系 这个是针对组织级数据的 那比如说A项目上的这个 某个组织的数据 我要导到B项目上的组织 就通过这里来建立关系 大体的应用操作就是这些 然后最后一部分是常见问题 我这里面的话 主要罗列了五点 第一个是 实时工作台支持的版本 数据库 然后咱们七月份的时候 发布了这个高级版 然后基于的版本是这个 然后支持的数据库 和高级版也是一致的 第二个 实时工作台节点如果遇到 就是为什么没有导入成功的问题 这时候就要去检查 设计节点的内容 是不是已经导入进去了 第三个 客开内容支持移并导入吗 就是目前无法移并导入 然后需要通过其他方式 迁移到本系统 那如果是同一个项目上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第四个 实时工作台设计节点的 报表平台部分 为什么没有导入成功 然后报表平台部分 它是通过工作台节点 导入导出的 原因的话 语音模型和自由报表 是这种配置内容 不像审批刘这样 可以依据单据类型 去做配置项 然后咱们就只要把握住 这个先导设计节点 然后再导工作台节点 然后其他的操作 其实对咱们用户是无感的 咱们只要看最终的结果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可能说的比较细 但是后面如果用的话 遇到这个问题就能够想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了 然后第五个组织级数据导入是如何处理的 这个就是前面的那张截图 我们要填写原系统和目标系统的对照关系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组织指的是咱们的所属组织 然后除了所属组织之外的答案 就会自动按照编码去匹配 如果涉及到其他的答案 也需要事先导入其他的内容 然后大体上这几部分就是这些了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喜帆老师的分享 那么下面我们请请齐老师演示一下 我们那个给大家演示一下 XM上我们上传的这个今天培训的资料 齐老师 好 丁老师您退一下共享 好的 那今天就讲的这些材料 大家在哪获取呢 以及后续新增的B类产品的相关材料 在哪获取 我们就是实施总部协同 总部的这个各位研发的专家 以及老师构建了咱们那个 B类产品知识地图 B类产品知识地图在哪 在哪进入呢 首先进入就是咱们 IKM知识平台 知识平台进来以后有知识地图 可以点进知识地图 搜索 在这搜索B类产品 直接搜索 因为现在是新建的 所以他在第一个后续的话 如果有覆盖的话 可以在这直接搜索B类产品 进入B类产品 进入B类产品 知识地图 进入地图之后的话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 要点关注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点完关注以后 我这张地图里边新增的材 有新增内容的话 会及时给大家推送消息 现在我们这张地图 是已经按照 就是把今天讲的 就是关于B类产品 我高级版的三个 三个B类工具 B类产品 以及旗舰版的六个 B类工具 都已经放到这张地图中 跟对于每个 每个工具 我们都有相应的 就是价值介绍 还有今天就是 对用的那个操作手册 以及今天的培训材料 这些都已经放进来了 大家可以在这张地图上获取 同时 这整张地图 已经全面面向生态伙伴开放 大家生态伙伴也可以 实时访问这张地图 我们后续 关于B类产品的新增内容 都会在这张地图上进行更新 好 大家关于这张地图 有不清楚的 后续可以联系我 请期 请了 金峰老师 好的 感谢金老师 那么今天 我们会把今天 大家提的所有的问题 全部汇总 然后我们跟研发一起 做了解答之后 回头会汇总起来 发给一线的这个实时主管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想问的都在 那个留言区 留言 我们再给大家 一分钟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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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各位如果问到那个支持国产化数据库 比如打弄的那个事情 请大家说一下是哪个工具 比如业务数据删除工具 那个是已经支持了打弄数据库的 还有刚才提到的采购订单销售订单 麻烦您说一下 这是哪个产品线的黄英胶 是旗舰版的还是高级版的 同学你好 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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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问题的同志可以下线了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